2024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 昨天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最大争议来自混双赛场 雅思决胜局那个追分球 事情经过是雅琼比赛过程中碰到了网线的底座 导致球网友晃动 主裁判打手式终止比赛 但四个人太专注 没有听到 这个球本可以入选这轮最佳球 但最后成为争议球 这再次引发了裁判作用的讨论 世界与联此时不应该发生说点啥吗 思维赛后发文是这只是一分 但在关键时刻 每一分都能影响比赛结果 请对球场上的每一次判罚负责 你将决定我们付出所有努力的结果 影响一场比赛的因素很多 但裁判拥有最终解释权 如果裁判是黑哨呢 比如去年的某个赛事 雅思在一场比赛中 被判九次发球为例 事后裁判也没听到有什么影响 估计不了了之 这次的这个球 假设雅球确实碰到底座影响球网了 那对球的飞行轨迹有影响了吗 球碰到球网了吗 对双方球员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都没有什么影响 就不应该判罚 而裁判却判罚了 是因为羽毛球规则 那么问题来了 羽毛球规则就真的合理和适用吗 任何规则都是人制定的 都是为公平比赛制定 最终受益人应该是运动员 上赛季的年中赛 淘汰赛是重新抽签 以至于很多小组赛的对手要再打一遍 如果再加一条 同组不再相碰的规则是不是更好 规则是人定的 受益人最终应该是运动员 而不是刷存在感的裁判 而且裁判也不应该拥有最终解释权 现在已经有阴眼系统 遇到不合理的判法 直接调取阴眼 根据事实判定 科技是进步的 体育规则也应该是进步的 最大的纷争是人 减少人为因素 比赛才会更加公平 在补充下 羽毛球裁判应该是所有赛事裁判比较多的 一个主裁判 一个发球裁判 四个边线裁判 估计工资不多 才有怨言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